大家好,我是姜哥 好长时间没给大家录数码产品的开箱视频了 今天为大家开箱一部OPPO手机 它的型号是Find S6 Pro 作为一部智能手机 各种强大的APP 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而这部OPPO手机 也被用户朋友们惯以拍摄神器 因为这部手机 有差速移动影像系统的加持 另外它5000万像素1英寸的传感器 也在众多的手机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这部手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尊重 好吧,今天我们做简单的开箱 打开快递盒 这就是它的包装 会员分享半价上网 这是一个小贴士 这一边包装 飞料 我们来看看它的包装 手机的包装 OPPO Find S6 Pro 一个大大的6 一边包装 后边是它的开 开启 外边是一个密封的膜 开掉 味道很好闻 这应该是一个配件盒 手机 嗯,一股新鲜的数码产品的味道 特有的味道 映入眼帘的啊 首先就是这个一个大的三摄的一个镜头 镜头组 应该是6.8英寸的一个显示屏 嗯,它这是一个曲面屏 全曲的还是 因为我之前用的手机全部都是 这个屏的这个屏 那用起这个曲面屏 可能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啊 看看里边还有什么 充电器 充电器 我的天 100W的充电器 充电器 充电器 充电器还挺粗 哇 哦 看看 小花 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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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卡,坏速主门,手机壳 它是一个塑料质感的手机壳 手感都还不错 嗯,挺严实 加上这手机壳以后 手机质感要强一些 我们来开机看吧 开机 OPPO 安卓 嗯,这Logo挺好看 你好 先写中文 写一申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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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同意上去跳活 同意 同意 拍一张照片 拍上一张照片 自己看一下 真是不一样 好 那咱们这部手机就作为咱们这个主力机型 拍摄使用 咱们以后再做一个测评 今天这个简单的开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